根據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目前正在英國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 會在即將發表的領袖聲明上 首度明確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為防止中共對美國的滲透 美國國會議員近日共同提出一項法案 禁止中共黨員在美國購買土地或房地產 中共駐巴西李約熱內勞大使李洋 公開直指西方政客對中國挑釁和打壓 並說只會吃下中國的散彈槍 隨後招來大批網友批評 被稱為中共外交部智囊的上海華東政法大學 南教師鮑藝南因為發表應允許高校老師多配偶製 一系列言論引發爭議 校方隨後通報說該南教師被停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王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4日 星期一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日本共同社》13日報導 根據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目前已知正在英國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 將會在稍後發表的領袖聲明上 首度明確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G7峰會正在英格蘭康和郡舉行 日本外務省表示 這將會是G7領袖聲明首度提及台灣情勢 領袖聲明預料也將會明確支持東京奧運 G7峰會在13日將會結束3天的議程閉幕 與會領袖確認將會基於民主主義價值觀 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整備 和病毒疾病防疫對策進行合作 但領袖聲明當中對於中國能達成什麼程度的共識 將會成為焦點之一 TBS電視台報導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表示 針對在領袖聲明當中 寫明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目前與會各方正進行最後協調 而在截至目前為止的G7峰會討論過程當中 美國、英國和日本、意大利之間 對與中共當局嚴肅對立的程度出現落差 領袖聲明當中會如何體現 針對中共當局的部分也被受外界關注 為防止中共滲透美國 德州共和黨眾議員奇普羅伊 以及其他三名議員 近日共同提出一項法案 禁止中共黨員在美國購買土地或房地產 根據美國傳媒每日電訊獲得的一份法案副本 該法案要求拜登採取必要行動 禁止中共黨員購買美國的土地或房地產 該法案草擬的購買禁令範圍 除了50個州外 還擴大到美國擁有的任何領土 例如波多黎閣、北馬里亞納群島、 美屬薩摩亞、關島、美屬處女群島等 議員羅伊在一份新聞稿中說 在尋求全球權力的過程當中 中共正在世界範圍內購買土地和基礎設施 中共當局對美國經濟的直接投資 是對美國生活方式的重大威脅 我們需要採取嚴肅的行動 挫敗中國共產黨對美國 具有戰略價值的國內資產的控制 這是一個巨大的國家安全威脅 我們不應該允許美國的土地 被美國的對手所控制 另外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一份報告顯示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外國人士掌控了超過3520萬英畝的 美國農業用地 佔所有私人持有農業用地的2.7% 佔全國所有土地的1.5% 而中國投資者擁有大約191652英畝土地的股份 在德州 中國的一家能源公司 在盧克林空軍基地附近購買了超過13萬英畝的土地 現在正準備建設一個風力發電場 已進入美國電網 在澳洲 中國是第二大外資土地所有者 一家中國房地產公司購買了一個澳洲島嶼 然後阻止澳洲居民在那裡居住 1993年 眾志向澳洲政府租借梅里登機場 為期一百年 現在該空域由中資擁有 澳洲公民未經中共政府批准 不能在自己的國家降落 中共駐巴西李約熱內勞大使李楊 日前在Twitter上發了一張一群雲南大象的睡覺照片 表示中國與大象和平共處 大象就可以有餘置身天堂 並直指西方政客對中國的挑釁和打壓 只會吃下中國散彈槍 隨後這篇貼文引來大批網友批評 李楊在貼文指出 照片裡的是在中國雲南睡覺的大象 他跟著說 中國人與大象和平共處 因此在那邊對他們而言是天堂 李楊隨後直言 有些西方政客只是想挑釁和打壓中國 這些政客只會得到中國的散彈槍 這篇貼文一出 網友紛紛諷刺回應留言說 只要你不是維吾爾族人或是其他種族的人 都可以與中國和平共處 中國共產黨最擅長殺害的就是他們自己人 中共外交暴露中共本色 中國上海華東政法大學男教師鮑藝南 因為發表應允許高校老師多倍偶濟 一系列言論引發爭議 校方隨後通報說該男教師被停職 廣媒說包藝南是中共外交部的智囊 此前有網民爆料說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院副研究員包藝南 在個人微信朋友圈 公開發表一系列受爭議的言論 包藝南說國家既然強調科教興國 就必須重視高校教師的生計 以及生活問題 高校教師應當特殊對待 例如允許多倍偶濟 終身補貼 在被問到是否贊同私生戀時 包藝南表示 不反對 贊同 自己的人生目標 就是找個00後女朋友 港媒報導說 包藝南作為中共外交部條約法律師 邊界與海洋師特邀人員 多次參加南海仲裁案等內部對策會議 研究成果兩次獲外交部 和外交部條約法律師採納 包藝南是中共外交部的智囊 目前針對此事 華東政法大學官網11日發布通報說 近日教師包藝南在網絡上發表錯誤言論 目前已暫停其一切教學活動 下一部學校將會按照相關制度規定處理 今日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